大家好,那么在这个系列课程当中啊,我们就要来一起学习一下 在机器学习领域当中啊,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也是应用的非常广的一个东西叫做推荐系统 那首先啊,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系列课程啊,会涉及到哪些的内容 第一个模块啊,首先先跟大家吹水啊,跟大家来捞一捞 关于推荐系统啊,都有哪些的应用啊,以及它应用的有多么的厉害 后面呢,会给大家讲两个非常核心的算法 第一个是协同过滤,第二个呢,是一个引语意语模型 这两个算法啊,是咱们推荐系统当中最核心的两部分了 后续呢,咱们会做两个小例子啊,一个例子是说 我们用一个python库,叫做一个surprise,用这个surprise啊,就是这个东西 咱们要用啊,这个surprise库来构建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推荐系统模块 那既然是用人家的库啊,可以说啊,这个东西做起来非常简单 咱们只需要把数据漏进来,然后呢,去创建这样一个模型就可以了 这块啊,主要给大家演示一下,咱们怎么样用一个第三方的库啊 帮咱们完成这样一个建模的操作 然后呢,后面啊,咱们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,嗯,我们要自己动手去构造这样一个基于言语域模型的一个推荐系统 然后呢,我们用啊,是用的是一个公开数据集 大概是,嗯,也不大的一个数据集,很快就能跑完啊 我们是用这个tensorflow,谷歌啊,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个框架 实际的给大家演示一下,咱们该怎么样啊,去构造出来这样一个,嗯,比较简单的 基于言语域模型的一个推荐系统 那么这个啊,就是咱们这个系列课程啊,它的一个完整的内容 那么下面呢,咱们就正式啊,开始咱们推荐系统课程的讲解